嗨,哈囉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這個縱萌C4D直播的時間了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一樣是SIMA4D它裡面內建的一個 算是模組吧 那這個工具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工具是用來擺放書本的 那如果是可能是在做 室內家具設計或者是室內設計的 這類型的這個朋友呢 可能對這個東西會比較有幫助 就是在於你這個室內家具擺放的時候 你可能希望有一些 這個東西出現在你的這個書櫃上 你就可以用這個工具來快速的擺放 一些就是書本模型 好,那麼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邊我有試做了一個範例 好,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先把我的大畫面關掉 OK 好,那這邊我們看到了一個書櫃 好,那這個書櫃呢 當然也是SIMA4D它裡面內建的一個模型 好,那這些書本的部分呢 好,是我們利用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模組 好,來建立的 好,那這些你看到的這個跟書本有關係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用這個模組去建立出來的喔 好,例如說,可能像是你有放了很多的這個書 好,然後有大大小小 好,這個整齊不一的這些書本 好,或者是它裡面還有一些像是書架 好,等等的東西 好,或者是 誒,書本呢還可以擺放成各種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是直立的 你可以是傾斜的 好,它也可以是側躺在旁邊的 好,那還有另外呢 就是像是雜誌的 好,雜誌的書本 好,主要的就是 book 好,跟magazine 就是那個 嗯,雜誌跟書本的一個 嗯,模型 好,那還有呢 還有呢,還像這個 好,就是 像資料夾的這種感覺 好,這是它的另外一個 這個書檔的部分 好,這麼有趣的東西 好,要怎麼做呢 其實用起來呢 好,相當的容易喔 我們就直接來做一個 這個範例 好,首先呢 我們先找到我們要用的書櫃 好,就是 model 好,這個model 先把它匯入進來 好,那其實這個model的話呢 各位如果 想要找的話 在SIMA 4D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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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ize 對,我們要先講一下 這個模組在哪裡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model的部分 好,model 書櫃的model在哪裡呢 書櫃的model 嗯 雖然它不是我們 今天主要要介紹的東西 不過我們還是 看一下好了 書櫃,書櫃,書櫃 書櫃在哪裡 欸 找不到 我記得是在這裡面 應該是在這裡面就有 欸 欸 欸 好吧 突然找不到 沒關係 這個大家有 有看到再慢慢找一下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書本的東西 那書本的東西 這個模組在哪裡呢 好,在 Visualize 好,然後呢 好,這個 Preset 好,然後 Tool and Helpers 好,跟我們上個禮拜 好,就是 介紹的這個包裝模組呢 在同一個地方 好,這個 Bookshelf 好,這個地方 好,那這個東西呢 好,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 書的模組 好,那我們先把 模型 好,叫進來 這個先把它叫進來 也沒有關係 直接快點兩下 它就會直接加入到你的模組 好,你的這一個 場景裡面 好,這個檔案裡面 好,我們先不要去用它 好,先不要使用它 好,我們要先來確定一下 我們的模型 好,在這個 等一下使用這個 書的 好,這個 外,這個 模組的時候呢 好,會需要注意一些 什麼事情 好,那這個書呢 它其實生成的方式呢 會用這個面的方式去做生成 也就是說,可以發現說 我現在在這個書櫃上呢 我已經選了幾個面 好,這幾個面呢 當然是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好,你想要在哪幾個地方 好,去產生你的書 好,那這個書呢 它就會直接在這一個面 好,直接排列出來 好,如果說你像現在呢 我選了好幾個面 好,你甚至呢 可以就是把它設定為不同的類型 好,它可以設定為不同的類型 好,等一下我們會 應該也可以說是 設定成不同的group 好,不同的群組 好,那你就可以分開去做調整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設定成同一個群組 那就一起去做調整 好,那這個是都可以去做設定的地方 好,等一下我們會再來介紹 就是加入這個book 這個shift的時候 後來會再介紹一下它的一個差異 好,那在這個部分呢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好,那當然有一些東西 像是這個面 我們在建模的時候 可能 它並不會特別就是說 我可能想要切到哪一個面 我們可能不會去注意說 我這個會 這個地方呢 是要用來擺書的 那如果要用到這個模組的話呢 就必須要去做一個編輯 好,那這邊的話 我就會利用這個刀割工具 先把我們的這個面 好,跟我們這個 就是書櫃 它這個側板 隔板的地方呢 有重疊到的地方呢 先把它切開來 好,我就用這個 按右鍵選擇 這個 like cut 用like cut就可以了 好,然後選擇到一樣 選面的工具 好,那你可以使用磁鐵工具 去鎖定到你想要對齊的地方 好,那我就找了一個節點 好,去做對齊 按shift 好,直接把它拉成直線 好,先往上切 再往下切 OK 好,把它切完一條直線之後呢 欸,它會變成怎樣 好,會這樣子 好,就是多了一條線出來 好,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只把你的書擺放在這一個面上 好,就不會跟你的這個書櫃的牆壁 就是重疊了 好,那另外一邊呢 我們也稍微切一下 另外一邊 好,我們找到我們要對齊的 好,這個隔板的部分 按shift 好,往上先切一刀 好,然後再來往下再切一刀 OK 好,那我們的這一個隔板呢 好,就算完成了 好,那當然呢 這一個在 當然我們這邊呢 要重新選擇一下 旁邊側邊的這個隔板的部分 我們就不要點選到它 好,這先是我要的部分 好,我們先把它選取起來 OK,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 好,進入到 這個擺放書本的部分 好,那其實在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其實也有一個選單 好,那這個選單呢 當然我們也可以按 就是在它這邊呢 去做一些調整 不過它的這個 細項裡面呢 會有更多的選項 那這邊呢就是 我們如果點了第一個 那會發現說 它就全部加在同一個group裡面 好,就是我們現在所放的這些書 它都是屬於同一個群組 好,那如果說我們點選第二個呢 好,我先Ctrl-Z 好,上一步 好,那我如果點選第二個呢 好,Add the selection S 就是不同的group 好,不然不知道怎麼念 好,沒有關係 好,反正就是 它會擺放在不同的群組上面 好,可以看到這邊就 0,1,2,3 好,有四個這個群組 好,那等一下呢 你的這個書本呢 就可以分開來去做設定 好,那這就是看你要 好,一起去做 還是分開來做 好,其實都可以 好,那當然呢 好,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地方 好,就是 因為你在這個選項裡面呢 你可以去再挑選說 你可能想要使用它內建的 好,可能是書啊 或者是雜誌啊 好,等等 好,這些 你可以把它區分開來 好,就例如說 像是我剛剛的那個範例 好,我剛剛的這個範例檔案 看一下 這範例檔案呢 這邊只有書 好,就是大書小書 好,然後呢 這邊是雜誌 好,那這邊呢 可能有不同的 好,東西 好,這些東西的話呢 好,就是我可以把它分開來 好,這邊是分開來 就是做設定的 好,所以呢 每一個層呢 每一層呢 都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這個花樣 好,那這是分開來的方式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用分開來方式來做 好,那其實接下來呢 好,建議就是直接到選單裡面來做調整 好,那在他的這個最一開始的 好,這一個物件裡面呢 他其實可以調的東西 比較沒有那麼多啦 好,那其實在這邊呢 好,可以看到他有一個 user data 好,這個選單裡面 好,就是有他一些基本的設定 好,那這邊呢 好,那這邊呢 比較會需要的 調整的東西是什麼呢 好,就是book scale 好,就是書的大小 好,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呢 去調整這個書的比例 好,如果說你的 好,這個櫃子比較大 好,你想要書大一點 好,你可以直接從這邊調 好,去調整他所有的書本的比例 好,把它調大 好,那如果 當然小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調 好,他就會有一個 好,每一本書 他最基本的一個大小 好,就是在這邊做規範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他的這個 每一層 好,你可以看到 0就是最上面的這一層 好,1,2,3 好,每一層呢 你都可以獨立去做一些調整 好,那來看一下說 他可以調整些什麼東西呢 好,當然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0 第0層 好,這邊呢 我們看到了一排書 好,這一排書呢 好,這一排書 這一排書我們想要 他現在呢 就是擺放的方式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前後不太對而已 那他這邊呢 其實一開始就是可以告訴你說 你想要怎麼樣擺放 你想要靠前面,靠後面 還是你想要橫著放 都可以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調整 好,接下來呢 好,seed的話其實基本上就是他如果有一些亂數的話呢 好,他會在這邊 你可以在這邊去做調整 好,那再來呢 upjure style upjure type 這邊好,就是說 你想要哪些書本 好,你想要哪些的書的總類 好,你可能想要雜誌 好,想要書本 好,想要這個 folder 好,就是資料夾的部分 好,那都可以去做開啟 好,都可以去做選擇 好,不過呢 他因為是亂數的 好,所以呢 有時候不會出現 好,你必須要自己稍微調整一下 他的這個seed 好,你就會發現 誒,loader出來了 好,這個資料夾 好,資料夾跑出來了 好,這個是在你擺放的這個書本上 好,你可以自己去做定義 好,你也可以說 哦,我只想要書 我只想要大大小小的書本 好,那你都可以自己去定義說 你想要放哪些東西 好,那他其實提供了就是這五種 這五種的這個選項給你 好,去做挑選 好,讓你可以快速的去做選取 好,接下來呢 好,其實當然還有 像是這一個呢 就是空間嘛 spacing 好,那他的這個間隔 這間隔的距離 好,可以把它拉開 好,那可以去做一些 亂數的調整 好,variation 好,亂數的調整 好,那你可以把它測躺 好,測躺之後呢 其實你也可以去調整說 好,是不是要讓他全部到同一個方向 好,這邊呢 其實有很多 好,就是 蠻有趣的屬性 好,可以去玩玩看 好,這個是他的位置 好,前後 前後呢 好,角度 好,那或者是你可以加上一些 Variation 好,就是 前後不一的 這個 好,就是 可能不一定都要擺前面 不一定都要擺後面 你可能想要亂擺 亂擺 亂擺比較有 這個個人獨特的風格 那就可以在這邊去做挑選 好,那這些都是屬於就是擺放的部分 那再來呢 嗯 好,book size 那這邊呢就是 誒,書本的大小 好,你可以點選了 你剛剛點選了什麼 我剛剛點選了 ThinkBook跟ThinkBook 這兩種 好,那你就可以針對這兩種的書本 去做一個調整 好,大小 好,亂數 大小 亂數 基本上這個應該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那 好,這個是floater的部分 那floater的部分 也可以獨立去做調整 好,就是每一種類型 好,它是分開來去做調整的 好,那再來呢 好,就是這個 roll 好,就是這個書檔 好,就是擋書的 好,擺書本的 好,它其實 方式很簡單 就是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好,你看你想要擺左邊還是要擺右邊 好,那右邊的不用 好,就把它改成none 好,那它有兩種 一個是modern 就是很時尚的這個 這個書檔 那另外一個就是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 這種像鐵片的這種 好,那或者是呢 欸,book 它可以擺放書 就是擺一些書來直接來檔 這是它的第三種方式 那你也可以不要 就是看你想要哪一種 哪一種檔板 ok,那ok 再接下來呢 就是比較屬於是材質的部分 然後材質的部分呢 怎麼怎麼用呢 其實在 這一個 這一個模組裡面 有沒有發現它旁邊其實有一個 metros 就是材質 材質裡面呢 它就已經有幫你準備好一些材質 當然如果你想要 好,自己新增一些書本的這個樣式 可以自己加 當然沒有問題 那不過它裡面呢 已經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樣式 可以讓你直接去做使用 那我們會用到些什麼呢 好,這個 bookstand 擋板的部分 好,先把它拉進來 好,floater 好,floater 有用到的話你也可以把它拉進來 好,page 好,就是這個書頁的部分 那再來呢就是封面 書的封面 這些東西呢 當然你都可以把它拉進來 我們都直接把它拉進來 好,給它這個比較多 給它加到一個新的圖層 好 那 magazine 好 也加進來 add to new layer ok 那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名稱 book 好,那這個呢是 magazine ok 好,雜誌書本 那這些就是我們的書頁 書頁的部分 好,我都把它匯入進來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上材質 好,在這一個最下方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books page book page book page的話呢就是書頁的部分 它這邊呢有這個書頁的材質 好,就是貼上去之後你會看起來一頁一頁的 好,很分明 好,我先把這個屬性視窗先把它鎖起來 好 book page 好,先把它丟進來 好,看一下 差別在哪裡 欸,我的這個書頁呢就有材質的效果了 好,再來呢 這個是什麼 book stand 就是我們的這個 擋板,書檔 那book stand的話呢 它這邊應該有 有一個 這個classic book stand 這個材質球 那其實當然你也可以給它不一樣的材質球 你可以自己選擇 選擇你想要的一個材質球 那當然它已經為它自己本身的這個書檔呢 就已經有設定好一個材質了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使用 那其實它也有另外一個 我們這邊直接改 另外一個 材質 ok 是金屬的 金屬的材質 可以直接設定 好,那麼再來 我們還是用剛剛那個好了 因為個人比較老派一點 不是這麼喜歡那個 這麼摩登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think book 就是我們的書本 那你可以把這個材質全部丟進去 全部丟進去 它就會亂數做套用了 那這個材質的部分呢 其實它算是比較 預設好的 所以這個 這個亂數的部分 你就必須要到書本這邊去做調整 好,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是 think book 應該是這個 不是 看一下齁 好,這是它的擺放 其實應該差不多 反正調整亂數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去做一些變化 好,那再來呢 另外一個書本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加上一樣的材質 因為都是book 所以我就直接一起丟 其實都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 其他的材質 就是你可以自己 準備好你的這個書本 好,那再來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Flo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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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質在這邊 好 Floader就是我們資料夾的部分 那它其實也有準備好 準備好它的材質 它裡面的書 裡面書的材質 好,都丟進去 就完成了 好,這麼簡單 這麼快速 好,很快就可以擺放好你的這個書了 好,書本 好,那每一層 你都可以去變換出不同的花樣 好,那我這邊就做一個 一層的示範就好了 好,剩下的 各位可以自己 慢慢玩玩看 好,自己玩這個 比較有感覺 好,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bookshift 好,就是這個書本的一個 算是生成器 那是蠻有趣的一個模組 好,那這邊呢 我要再特別 再補充一個東西 好,這個東西呢 跟我們的書本也有關係 好,這個東西呢 好,在哪裡呢? 好,這個東西在 不是在visualize裡面 在 bookcase 好,然後 看一下 好,欸 欸 這邊 OK 好,有看到嗎 好,一樣這個 broadcast 好,然後 preset tools and helpers 這裡面 好,有一個 magazine 這個東西 好,我們 打開來看一下 好,這個東西呢 跟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書本 也有關係 那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它就是一個書本 看得出來吧 那 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做什麼呢? 這個東西呢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可以做動畫 好,你可以翻書 它已經設定好了 就是它一系列的動畫 那它可以翻三次 第三次 OK 好,那你就可以在這裡面呢 去加一些你可能想要的這個材質 好,想要的這個貼圖 好,在裡面 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做翻書的動畫 好,其實這就是 蠻直接的 就蠻有趣的一個東西 好,就是你可以直接 欸,它還可以裡面 還可以做一些調整 你想要翻的快 翻的慢 或者是 它的一些造型啊 材質都丟在這裡 好,那它預設都在這裡 你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OK 好,這個就是 書本的部分 這個 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讓大家知道 SIMA4D還有這麼多好用的東西 好,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介紹 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希望今天的這個介紹 會喜歡 就是關於這些書本的部分 好,那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直接在我們的這個直播下方留言 或者是直接 留訊息到我們的這個粉絲團 我們小編呢 會直接立刻幫你回覆 當然也不是立刻啦 就是上班時間 OK 好,那 就是 如果有一些比較困擾的問題 你也可以直接PO在就是我們的粉絲團上 好,那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即時的回覆您的時候呢 也許有其他的這個高手 會來幫就是協助您 就是會有其他的User 可以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我們這些SIMA4D的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邊 好,那 這個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好,分享 好,那 我是Danny 我們下週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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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